朋友带您关心国际上财经消息 本周首日美股就出师不力 开盘纳指先跌超过1% 连带道琼跟标普指数也下滑 加上投资人持续忧心联准会会继续升息 美股三大指数收盘重挫 那我们来看到道琼大跌超过643点 标普收跌超过2% 创下6月16以来最差单日记录 而欧股则是因为货币政策跟天然气价格大涨也表现不佳 德国跟法国指数重跌1.8%到2.32之间 欧元对美元跌到20年以来的新低 另外英国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 2020年英国经济萎缩11% 创下300年来最大跌幅 而通膨更将在明年1月飙到了18.6% 创下快要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